你好,欢迎收看KiniTV快报,我是叶思雨 社交媒体上种族和宗教的极端言论泛滥成灾 不少人深受影响 安华昨天在沙巴演讲时强调 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要有批判性思维 以辨别社交媒体上的极端言论 安华说,他曾经受邀到基督教堂演讲 却因为一张照片而被人批评,破坏伊斯兰 安华在分享这段经历时 忍不住怒斥批评者,愚蠢 Endeavor MGC研究中新的民调显示 民众认为安华最有资格担任首相 这份民调在4月中上旬访问了1068名各族人士 其中有60%的受访者是马来人 结果显示,安华获得46%的各族受访者支持 其中有32%的马来人受访者认为 安华在现阶段最有资格当首相 而25%的马来受访者则支持慕尤丁当首相 但慕尤丁在各族受访者中只有17%的支持率 伊斯迈·沙比里和凯里则排在第三和第四名 安华身兼首相和财长职位成为伊党议员的话柄 伊党万劫国会议员穆哈默沙西嘲讽 令吉持续贬值 意味着大马需要一个全职的财长 才能扭转跌势 他说,首相的工作已经非常繁重 还要兼任财长 似乎很难专注在财政部的工作 不过安华回应 马币贬值并不是因为大马缺乏一个全职财长 而且大马经济表现亮眼 马新社报道 安华认为 那些提出建议的人应该读一读财政和经济报告 而不是看伊斯兰党的报告 行动党议员雷尔今天报警 要求调查吉打大臣沙努西声称 槟城归属吉打的言论涉嫌煽动 因为沙努西质疑槟城的主权地位 等同于质疑联邦宪法和国家元首 未认槟州元首的权利 另外林冠英形容 沙努西是危险人物 因为沙努西呼吁修改联邦宪法 让槟城归属吉打的言论 会威胁国家安全 林冠英今天陪同行动党议员雷尔报警 他随后在自己的会上抨击 沙努西玩弄政治 趁着六周选举来临 捞取政治利益 林冠英质问 国门之前执政联邦时 沙努西为何没有挑起类似的事情 自由今日大马昨晚报道 沙努西呼吁修改联邦宪法 以便反映槟城归属吉打的历史 针对政府领袖抨击他不懂宪法 沙努西反驳 不管是历史或学术研究都支持他的说法 那就是槟城归属吉打 而修改联邦宪法能够纠正扭曲的历史 哈迪阿旺声称 伊党受邀加入团结政府 而引起争议后 他今天澄清 伊党是在去年大选结束后 接获献议 而不是最近 哈迪今天向记者表示 伊党目前没有接获 加入政府的献议 哈迪阿旺 伊党的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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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迪上个月27日声称 他曾接获加入团结政府的献议 今天则澄清 这不是最近的献议 伊党宣传主任凯利尔曾经说 这项献议来自行动岛元老林继祥 而伊党属理主席 端迪布拉辛则证实 确实有团结政府的代表 接触他 方面邀请加入团结政府 但他后来又拒绝透露 是谁提出献议 只说此人不是令吉祥 凯利预料 巫统会在六周选举 流失一半马来选票给国盟 但巫统最高理事 普爱反驳说 巫统和行动党合作 不会影响巫统的选票 不爱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表示 凯利的预测不能做准 例如伊党之前和行动党结盟时 也没有流失选票 不爱指出 巫统党员已经习惯变幻默测的政治策略 巫统不再是狭隘的政党 因此当最高理事会决定加入团结政府时 巫统并没有大力反对 巫统元老俱乐部总命书 穆斯塔法则形容 凯利的言论犹如气象局预测播报 穆斯塔法表示 凯利的评论就像是趋向局对暴风雨的预测 未必会发生 即便真的发生 也可能是刮大风和下雨而已 他认为 已经被隔除党籍的凯利 没有资格再评论巫统 而凯利和布满阿姆扎西 加入团结政府的人 将会继续发表混淆巫统党员的言论 共振党国会议员哈山卡林 对大马政府驱逐柬埔寨 在野领袖沈良西出境 感到失望 并要求政府揭示事情原委 金埔寨媒体《高明日报》早前报道 金埔寨首相洪森 感谢首相安华将沈良西驱逐出境 他表示 沈良西是以法国护照通过四轮飞机入境大马 因此得以避开大马当局检查 外交部随后也发布简短声明 强调安华不知道沈良西来马 哈山卡林不同意大马驱逐 像沈良西这样 一直为金埔寨争取民主改革的反对派领袖 他还形容 从1980年代执政柬埔寨的洪森 是一名独裁者 哈山卡林认为 安华或许已经向洪森许下了某种承诺 而外交部依然有责任告知安华相关进展 如果安华对沈良西的访问一无所知 这可能是外交部的疏忽 值得一提的是 沈良西在面子书 发布了她跟公正党书邦在野国会员皇机权 在国会及金融坡其他地方的合照 假电业巨头松下集团Panasonic 将关闭在马来西亚的部分生产业务 届时数百人将会失业 根据大马松下公司的年度报告 在过去五年 大马松下公司共解雇了689名本地职员 并将392名外籍职员送返原籍国 但在2020年为本地职员提供63个新的工作岗位 公司内部人士告诉当今大马 位于马六甲的松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将在年尾关闭 工厂将迁往中国 届时将有500名本地职员和95名外籍职员被解雇 据了解 如否松下ABC网络有限公司正在安排在年尾关闭 但目前还不清楚会有多少工人受影响 松下关闭部分大马业务进行重组 究竟会为大马带来什么影响 进行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了解详情 并以实际行动付费支持独立媒体报道优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订阅KiniTV的念子书 YouTube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会